中国和台湾星期二签署一项历史性的贸易协定 使双方的贸易关系更为密切 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项全称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文件 在中国西南城市重庆签署 被称为ACFA的协议 结束了台湾总统马英九两年来的努力 他在就任总统时保证 要同北京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和双民关系 台湾海集会董事长江炳坤说 推动建立两岸经济的合作的架构 确实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架构协议的签署 我想是两岸复利双赢的一个成果 将来在这个架构安排之下 两岸可以说在经贸活动 有一个更有利有序的一个环境 中国海协会主席陈云林同意 这项协议是互惠的说法 我认为这将是一份平等协商 互利双赢的协议 这同时也将是一份双方互亮互让 充分的示范善意的协议 它确定了两岸经济合作的基本精神 内容 目标和措施 确认逐步减少或消除彼此间的贸易和投资的障碍 创造公平的贸易与投资环境 在台湾 这项协议的支持者希望在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情况下 确保台湾不在经济上被边缘化 台湾的民进党反对这项协议 担心ECFA可能会破坏台湾的自主和经济 根据这项协议 台湾公司的500多种产品将在中国享受关税优惠 中国公司的将近300种产品将受到优惠待遇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